一篇中学课本119页 翻到了吗 翻到了吗 翻到的人让你先写 给你几分钟的时间 你自己 我们上次已经上完了 减法的时候 房子要画几间房间的房子 没错 如新有比出来 两间房间的房子 那那个房间呢 一间是个位数房间 一间是十位数房间 写好 写好那个倍减数 就是原本有多少 减掉多少 算出来的答案 现在呢 请你完成做做看 下面的三题 等一下呢 我要问人 请你回答 要怎么算出 下面的做做看 三题 给你几分钟的时间 一万分钟 一万分钟太久了吧 那你都不要下课了 老师我不会写 这边呢 这边很难耶 你昨天有写功课吗 如果你昨天有写功课的话 你昨天的功课会写 这边应该就会啊 画房间 已经跟加法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一下 老师其他题怎么算的 想想看 想想看怎么算的 雨晨你进来了 请你翻到课本一百一十九页 诶 雨晨 嗨 雨晨 请你翻到课本一百一十九页 数学课本一百一十九页 可以吗 可以吗 好难哦 想要是我寫完了 我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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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寫完了嗎 對啊 太好了吧 好 那我們再等其他人三分鐘的時間 這很難欸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同學怎麼算喔 老師我知道怎麼算 你知道怎麼算喔 檢查一下你有沒有算錯了 三分鐘的時間給你 開始 三十 三十 十八 二十四 二十四 一十六 一百一十九夜 一百一十九夜 哪裡看到的這一夜 三十九夜 米露你跑到哪裡去了 好不錯 請你回來喔 寫完了 寫完了 我看一下時間剩下多久 欸怎麼會跑掉 好啦那我這個重新寄 下次重新寄好了 來寫完的就請你舉手 寫完的請你按下電腦手 讓我知道你寫好了 寫完的按下電腦手 加油 已經有兩個人完成囉 其他人加油 那完成的人呢 完成的人 你自己拿一張紙 讓你練習看看 好嗎 把這個題目抄 欸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個不要好了 這個不要好了 寫完了的人 你可以自己練習 出題目給你自己 好嗎 出題目給你自己 好嗎 老師 什麼事 那如果我們家 如果我們家 有兩個日常工作 就是我跟林子拉 可不可以對方出一道子 可以 就是我幫林子拉吃 他幫我出 你們可以互相當老師跟同學 你出題給他 他出題給你 然後你們就可以互相改 可是你要先寫完這真題喔 真題寫完你舉手 讓老師知道 等著時間才可以 蘿莉婷 你為什麼自己跑掉 林子拉叫蘿莉婷回來 他沒有問說我不能離開啊 橫宇你的鏡頭咧 只有你的沒打開喔 好 來 你們寫完了沒 橫宇你應該寫完了吧 你寫完了要舉手啊 一飛寫完了嗎 一百一十九 對 那你要舉手 你要按電腦手舉手 寫完了就舉手 來 好 手放下 還沒寫完 舉手 手放下 蘿莉婷你再離開座位 你在學校在教室會這樣子嗎 想走就走嗎 來 手放下 我現在要問 還需要時間嗎 還需要時間的舉手 還需要時間寫的舉手 蘿莉婷還需要時間是嗎 好 媽媽 我 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應該要選擇 好 我來看一下 等一下 是加分的機會 所以呢 你應該要選擇 好 好 我來看一下 等一下 是加分的機會 所以呢 你應該要把握時間 好 如果是老師點你的話 你回答對了 老師也會 幫你加分 但是你回答錯的 我如果是特別點你的 就代表 有一些題目是一定要會的 一定要會的 那如果你真的真的還不會的話 那別人幫你回答就是別人加分了喔 好嗎 聽到了沒有 好 來 第一題 三十六減十五 三十六減十五 誰可以來回答 誰先回答的時候 請你 請你告訴我 第一步驟怎麼做 不要直接告訴我們答案喔 我要你告訴我們 第一步驟怎麼做 第二步驟怎麼做 來 好 三 電腦手 我看電腦手的 三二一 請 橘手 天翼飛最快 來天翼飛 請你告訴我們 第一步驟 三十六減十五 第一步驟要做什麼 對 然後 然後再寫 那个第一个,那个题目,那个如果三十六,你就前面先写三个十,然后,不是,写在框框里面,写在框框里面,要写三十六在旁边,然后, 然后 서울三个十在框框里面,然后这叫做双方便和六在, 然后再看后面 然后要减十五的话 然后每个三减十 减掉一个十 对 减掉一个十 然后再减掉五个一 减掉一个十 十五就是减掉一个十 再减掉几个一 五个一 然后再说 在下面写 在下面写 那个十块树 十块树到下面 房间下面 写一 然后 十位树的房间 下面写一吗 十位树的房间 然后 然后那边的 然后各位树在写一 一是什么意思 就是代表各位树的一个一啊 很好讲得很好 所以你算出来两个十一个一 答案就等于 答案就等于二十一 好好 所以你把整个算式念出来 你会怎么念 三十六 怎样 三十六减五 三十六减十五等于 二十一 太棒了 完全正确 每一个步骤都讲得很清楚又正确 来 停一飞 等一下我会给你看 下课之后我再分享画面给你看 你的信心要前进一格了 你现在已经到第三格了 好 再来第二题 第二题 谁 来 三 二十八减二十 三二一 请举手 其娜 其娜第一个 来 好 其娜来说 来 二十八减二十 第一个步骤要做什么 画房子 画房子 几个房间 两个 两个房间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左边画那个二十八 左边写二十八 然后在十位数里面写两个十 在十位数的房间写两个十 然后呢 在个位数里面写八 写八个 八个一 什么 八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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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什么 好 然后呢 剪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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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剪二十 剪掉十位数 剪掉十位数的两个十是哪 十的 剪掉二十 五十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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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掉十 然后呢 只剪掉十 只剪掉八个十 8個1 在哪裡剩下8個1 各位數 在哪一個房間剩下8個1 0個10位 8個1 8個1很好,所以最後的答案就等於8 好,答案等於8,所以全部的算式念出來 28減20等於8 太厲害了,琪娜你也很棒哦 答案算對,而且每一個步驟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正確 所以琪娜的星星也前進一個 好,琪娜現在也跟易妃一樣來到三格咯 第三格咯 太好了 再來第三題 第三題,誰要挑戰呢 蘇雅米露你的鏡頭咧 蘇雅米露你的鏡頭咧 蘇雅你的鏡頭,來誰要挑戰 哦,那個,袁碩舉手咧,袁碩 來,袁碩挑戰看看哦 袁碩來挑戰哦 袁碩你聽得到嗎 我,我太清楚 很小聲 你聽不清楚我的聲音是不是 很小聲 那你的那個音量鍵開大一點 你有開到最大聲嗎 有 你已經開到最大聲了 對 好啊,那怎麼辦 我這樣大聲一點好了 你等我一下 我調一下我的設備好不好 嗯 等我一下下哈 嗯 你叫我 我 我 我我覺得這是我們的體育有空放嗎 其實我我也有去 我 我們臉部問過 我身上不就是你的鏡頭 我身上不就是我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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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不就是我的狀態 好 我試一次 誒 我試一次 你拿好 好 我等一下 我现在好像有点难 马上弄好 我等一下下课的时候 去拿我的耳机来 让你听得比较清楚 那有其他人听不清楚 老师的声音的吗 我在讲大声一点 这样子有比较清楚吗 有 好 那我现在讲话这么大声 好 那袁硕你要试试看第三题吗 好 好 来 请你念一次第三题的题目 好 其他人麦克风关掉哦 好 好 这边 这边 好 袁硕请开始 一盒 一盒人之笔有24支 有12支是红笔 其他都是红色 其他都是什么色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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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笔 有几个 他说有几个吗 他怎么说 有几支 对 有几支原子笔 好 那有几支原子笔 请问你算是 要怎么写这一题 画两个格子 等一下哦 你要用加法来算这一题 还是用减法来算这一题 减法 为什么啊 为什么是减法 为什么是减法 你们其他人也想想看哦 到底为什么是减法 我知道 因为有 等一下 先给袁硕想一下 袁硕你想得到吗 有24支 因为有 12支是红色 所以怎么样 他问的是红色的笔吗 他问的是蓝色 对 所以呢 全部的原子笔 一盒24支 拿走红色的12支 剩下的 就是什么颜色的笔了 这是蓝色 对 没错 所以呢 我们才用什么法 加还是减 减法 很好 那请问你算是会怎么写 几减几 我写两个框框 你写两个框框 好 再写 你要先写作法是不是 好 也可以 先写 再写 两个框框 再写两个石 然后再画 这个叫做各位树房间 这一边叫做各位树房间 好 这边 另外一边 左边的叫做十位树房间 请问哪一边要写两个石 十位树 十位树房间 可是在写之前 这个还有一个地方要写东西 这个小格子里面应该要写什么 听不到 在写十位树房间里面的石之前 旁边呢 有一个小格子 还要再写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要写什么 写二十四 写十二 是 是 是吗 这一格哦 这一格哦 老师现在画在那个房子外面的这一格哦 等一下 这一格哦 老师这个笔现在点的这一格哦 等一下 我切到 我切到 哦 写二十 二十 二十四 哎非常好 写二十四 好 写好二十四之后 你就可以到房间里面来画十根一了 来你要先画哪一边 十根 十根树房间你要画什么 十根树房间你要画什么 二十 两个十 两个十 OK 很好 对 再来呢 四个一 哪里 手四个一 各位数 各位数房间有四个一 桃花完了 然后呢 然后剪掉一个十 剪掉一个十 为什么要剪掉一个十 十二支红色的饼 然后里面十二就是一个十是不是 对 然后还有 然后剪掉两个一 剪掉两个一 很好 然后呢 剪完了 剪完了然后 然后 十位数下面写一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 因为那是剩下的 一是什么意思 那个 十 代表 代表等一下你就知道答案了 什么啦 一是代表几个十 对 你要讲清楚啊 你讲一次 一代表一个十 一代表一个十 很好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旁边在写二 旁边是哪边 你讲清楚 高 高 外 数 高 外 数 的 文字 在写 二 为什么写二 因为代表 两个一 很好 代表剩下两个一 所以答案等于 多少 十二 十二是什么 十二是 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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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原子笔 非常好 答案等于 十二支蓝色原子笔 你讲得很好 你也知道方法 但是 原说你少了一个东西 你忘记了 这种有很多国字的题目 一定要你写出来的东西 要写什么 二十四 是减十二等于十二 减十二等于十二 没错 这个请所有人记得 一定要写出来 这个叫做算式 因为上面的那个 简单的计算题 他已经写好算式给你了 所以老师没有叫你写算式 但是下面的这个 只有国字的题目 你要写出来算式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原说有成功哦 成功答题 来 原说也前进一格 原说的星星前进一格 现在在第一格里 很棒哦 很棒 原说你很厉害耶 今天好久没听课 然后生病这么久了 好不容易 精神好一点 你就马上 马上听懂了 很厉害哦 又专心 来 其他人 你写好了吗 你看到了 你已经写好了吗 我是不是在 打一题 我现在跟 可以哦 好 林子安你写好了吗 罗里提 你写好了吗 都写好了 会写了吗 会算了吗 已经示范很多次了 好 雨晨你会吗 雨晨看得懂吗 看得懂 可以哦 确定哦 确定可以了 我再确定 那我们要翻到下一页哦 好 请大家翻到 120页 120页 好了老师 120页 哎呦 好 我们先按出来好了 妙妙有三十元 对不对 你有看到吗 好 买铅笔花了六元 那他还剩下多少元 妙妙有三十元 买铅笔花了六元 是不是要花钱 那他剩下钱 请问三十元变多了 还是变少了 剩下的钱变多还是变少 来 琴娜回答 变少 变少了 没错 变少了 所以呢 我们也一样要用减法 对不对 好 那你看一下题目 妙妙在旁边说 他也画了一个房子 有两个房间 对不对 两个房间呢 他先写了三十元 这边他先写了三十元 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一题讲完好不好 好 好 妙妙有三十元 他要花掉多少钱 花掉了六元 六元你可以去扣十元吗 不可以对不对 所以啊 可是他的个位数格子里面啊 本来有一吗 本来没有一哦 所以呢 他要先把三十元里面的其中一个十元 换钱 换成几个一 有谁可以回答我 他把一个十元 要花一 换成几个一 来 何宇回答我 你忘记开 几个一 十个 十个 换成十个一 何宇继续回答哦 换成十个一之后 你就可以扣钱了 对不对 好 对 换成十个一之后 要再减掉几个一元 花掉六元 要再减掉几个一元 花掉六元 六个 没错 花掉六元就是六个 所以 来 何宇我要先帮你加分 你的猩猩要再前进一格 十元可以换成十个一元 没错 现在何宇现在是在第三格里哦 你的猩猩已经到第三格了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各位数房间剩下几个一 又学会你回答我 各位数房间剩下几个一 对啊 这个各位数 对 各位数房间剩下几个一 四个一 四个一 很好 那十位数房间剩下几个十 两个十 两个十 很好 所以三十六减六 答案就等于 二十四 非常好 所以答案是要写什么 二十四 你要写 二十 你要念出来全部 答案是 二十四 是只有二十四吗 题目问你 外面他还剩下多少元 所以你要回答剩下什么 剩下二十四元 非常好 回答得很清楚 来你们把算出来的这个写上去 那又学你也得你的星星也前进一格了 老师回答 随机问你 你就马上会 可以 来 又宣 你的星星也到第三格了 第三格了 耶 你是三分了 好 来 如果你这一题 已经写好二十四元的 你把它拿到镜头前面给老师看 老师说通过 你就可以下课了 等我一下 下课